蓝色高原 拉高调需要压拍吗 拉高调 如果说你是拿链套去拉的话呢 基本上是不需要 色套去拿呢 如果说你球啊 能吃得好的话 基本上也不需要 因为高调啊 它主要是往上摩擦的比较多 比较充分 链套和色套动作呢 在这方面其实差不多 它只是一些 打链套和打色套的动作 它其实只是一些 细微的调整 你从整个技术动作上面来看 你是看不出差别来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在手腕拍面调整上面 可能打色套 对手感的要求更高 你对拍面的调整 你的手上的细力程度 你的手感的细力程度 要求更高 打链套可能对一般书学者 业余爱好者 也要简单一点 它可能就一个动作 向上提就够了 对吧 它可能不需要怎么样去 向前去领腰转腰 拉高调呢 就是如果说啊 拉高调 你要把这个球的弧线控制好 它一样也要有一个 向前压拍的动作 比如说一般人拉高调 它可能就往上提就完了 这个其实不叫拉高调 只能叫什么 提拉 提拉不去的动作 纯粹向上 你要拉高调把这个球 弧线拉得很低 很转 你不能把球拉得很高 对不对 拉那么高 别人拍面压着一撕 就把你撕了 你拉得再转也不用了 所以拉高调 你要把弧线控制低 你不能向上太多了 你要把球吃转 但是又不能向上摩擦过多 你要控制球向前运行的弧线 所以一样 拉高调的时候 重心还是要往前蹬转 只不过说我插得更薄 我发力的时候 我的手臂挥开的速度更快 插得更薄 是这个区别的 打得更快 我们不过去 是这个区别的 因为我挺有的 我的手臂挥开的 我把某区别的 我然后就把这区别的 是这个区别的 市里探得更多 就是这个区别的